圣岳翰科技大学何兆峰数位艺文中心 从上个月开始展出 《维观艺术花中迷走王素素个人油画展》 这次展览是以油画创作为主 并且展出了花系列与风景系列作品 让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油画艺术创作 圣岳翰科技大学何兆峰数位艺文中心 从上个月开始展出 《维观艺术花中迷走王素素个人油画展》 而这一次展览 艺术家王素素呈现的作品 大多都是以黑暗的空间为出发点 呈现显微镜下的人体细胞 神经元与花卉的结合 透过几何图形 线条及色彩描绘细胞 围观世界里的多种样貌 而其中最大的亮点 就是两幅长达15公尺 宽1.5公尺的神经元与花卉的结合创作 那我是这两年来 然后因为在台医大研究所毕业以后 然后就研究生物科技方面 所以就转型化 以跟我们身体有关的绘画 包括正常的细胞 癌细胞到神经元 那绘画这些东西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亲 因为癌症然后就早逝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就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问题 然后我这两个作品是1500公分的作品 一条是正常细胞跟癌细胞 那一条就是神经元 从花卉画家转型为当代艺术家的王素素表示 他的父母亲都是罹患癌症过世 而癌细胞对他来说是生命中必须面对的东西 因此他开始研究神经元 癌细胞与正常细胞 希望大家可以运用透过语化作品 认识神经元不惧怕癌细胞 他长期是画花的 花卉的 那他这次比较特别是结合了 他在硕士班所探索的细胞 然后结合各式各样的花卉 组合成一个 类似像那个生命生生不息的感觉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展览 有一点点像画展 但是又有一点装置艺术的效果 那他又表现了非常多的层面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那个民生设计学院的同学 如果能够前来的话 可能可以跟他多做切磋 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神月翰科技大学表示 艺术家王素素拥有丰富的教授绘画经验 并且常年保持远赴欧美 参观当代的艺术展的习惯 从旅游中累积美感创作 而这一次展览以油画创作为主 少数为复合媒材绘画的作品 并且展出花系列与风景系列作品 让大家更能够深入了解油画的艺术创作 记得许多艺的学生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